蓝染工艺师汤文君以及主艺工艺师苏宝红 在手工艺领域上各有一片天 最近克服技术上的困难 将蓝染与主艺创作结合 呈现新的工艺风貌 在768艺术空间邀请下举办连战 展期到4月6号 欢迎对艺术与手工艺有兴趣的民众前往参观 利用蓝染技法搭配前后景深的概念 工艺师汤文君的作品呈现出3D立体互动的感觉 走进作品当中仿佛走进了梅花林一样浪漫 让参观民众惊艳 近期更是与工艺师苏宝红合作 展现出蓝染与主的不同风貌 我们用的是藏丝 然后利用它的透明度 然后让人到画里面去的时候 它是可以不被遮挡的 然后利用它的沉叠的方式 制造出那个立体的效果 刮青的竹面然后去染色之后 它就会有一个呈现它竹子本身自然的光泽 好那我们就会尽量保留竹子它原生的状态 然后表现它的一个霉感 竹彩啊它最上面的竹青 其实它是不好染的那所以我们就是要接受这个材质的包容性啊 就是我们可能要把它削到这个竹肉 就是中间的那一层它还是比较好吸附的一个状态 突破材质与技术的限制 将多元复合梅材结合让作品保留皮革的柔软 也让朴实无华的竹艺作品有了新的色彩与风貌 现在已经产生产品了我们未来可能会有视觉设计啊 包装啦然后上架行销啦这都是整个是很有系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一个呈现这样那这样的一个 的尝试喔那也可以说是可以成为未来工艺的一种代表性的引导性的 一种典范的典范型的一个计划喔那包括它的造型表现也突显是它的当代性的一种造型 蓝蓝与竹的卸购作品多元又有创意 目前在草屯镇中坛公路旁的768艺术空间展出 展出期间到4月6号截止 欢迎大家一同前往体验 记者张东人草屯镇采访报道